Hello,大家好,我是阿萌 今天呢,跟大家再聊两句啊 关于这个方理大战 昨天呢,就跟阿萌发条视频啊 居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也不知道被拉黑了没有 反正呢,过来点鼎的点踩的 多不少 经常呢,还有人跑过来说 这个江湖路远,白白的你累 还有人说,哎呀,这就是我爱的阿萌 终于他又恢复本色了 还有这个远在泰国旅居的老哥 然后也过来截个屏幕说 这是你妈,又说的不错呀 特别开心,又被看到了 经常就是这样 我偶尔刷个推特,也偶尔刷到自己这张大脸 推荐说,这姑娘说的不错 我一看,这不是我吗,吓死个我 我到现在其实也不是特别适应 从别人嘴里面 就是cue到我,或者我从哪里看到别人推荐我 或者怎么样 心里还是会一惊 第一呢,是因为这个阿萌长得确实不好看 本人是挺好看的 我经常在这个相机前面拍出来的我 就是没有现下这个3D立体的我 那么灵动和可爱 见到的我都这么说 如果你也曾经见过,请在这条视频底下留言 以正我的,我刚说的是对的 就是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用什么相机 或者用什么单反相机 还是用什么灯光 用什么方式把自己拍的360度 无四角的好看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都好看 他生活中一定有这个样子,有那个样子 就是上下左右 就是总能拍到不好看的一面 甚至可能在不同的环境呀 就是不同的氛围呀 比如说心情不好呀 有时候这个一脸焦虑,一脸忧愁 有时候这个妆吧 画的一边眉毛浓,一边眉毛淡 有时候口红涂眉涂什么 都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作为一个自媒体博主嘛 你就不可能像这个央视的博主一样 每一天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小领结什么 小头发什么的 每根头发都不多都不少 你知道吧 就是那个妆不浓也不淡 每一天每一天都差不多 所以呢今天呢 其实还是想对昨天那个事件啊 做一个了结 因为昨天那个事件在说的时候 说了二十五六分钟 就截出来只有十五六分钟 我有时候说话真挺wordy的 就是一个话来回来回回的 往往往复复的说 剪的时候我都觉得挺烦的 那就别说了赶剪掉吧 就我自己对自己下剪子 可厉害了啊 所以呢我就怕引起一些误会 所以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澄清一下啊 第一我不认识方老师 不认识李老师好吧 两个人都不认识啊 第二呢我觉得这个就像我刚说的人呢 作为自媒体博主要有人味 所以作为有人味这点呢 我还是比较挺方老师的啊 方老师的油管 频道的那个视频状态啊 是一个有人味的一个状态 你不管他土字也罢 还是这个长相也罢 还是漂不漂亮也罢 帅不帅也罢 他还是很真实的还原了他自己的样子啊 仅就此一点而言 还是值得被欣赏的 好不好 值得被欣赏的 就是也挺好的 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是吧 我说我看不下去 不一定你看不下去 相比之下呢我觉得这个李老师呢 因为他其实作为一个 引在这个推特博文 图啊文啊视频啊 一些素材背后的那么一个啊 发这些的一个 所谓叫T恤立的那么一个人 就是在以前 其实在大家看来 人味不是那么那么够 这一点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呢 这个方老师曾经说过 怎么可能能发一个 一天三百九十九条的一个推特啊 三分钟一条呢 怎么可能 那后面肯定是多个人 或者是一个机器 或者怎么样 李老师就是一个title 我觉得我今天还是有必要跟大家 再多说两句 关于这个 这个李老师是 他的这个思路 他是怎么做推特的 特别是我想教那些 想跟我江湖路 江湖路远 say goodbye的 然后觉得我这人 就是看不透 看不穿 然后就是 想跟那些人说一说 我也不太想博导你 但是我还挺想教教你的 你做到以下哪些条 你可能也是下一个李老师 我觉得这么沟通 是不是会更开心一些 对吧 那推特呢 它也是个平台 平台有它的平台规则 对吧 这些博主们 每天想的事情都是什么呢 都是我发这条内容 不管是一个图 还是一个图文 还是一个GIF 还是一个视频 还是一个怎么样 我怎么能让你们 第一时间看到 加入到这个推特推流的行列 这就是他们每一天 每一天都在想的事情 其实对于这个推特啊 它的这个算法啊 到底怎么做能火 阿蒙有一个小号推特 就是看看内容也罢 那个名都不是我的名 没有在苦心经营 这么一个账号 但是我估计阿蒙 真的要学起来的话 估计也挺快的 主要是因为阿蒙 曾经被推特伤过心 但老早老老老前 至少十年前吧 就阿蒙在英国的时候 应该是 就注射过一个推特 后来呢 回国之后 不太翻墙 推特号就被盗了 冷不定再出国 再一上我的推特 我发现自己的推特 变成了一个黄推 变成了一个 风雨肥吞的 一个西方淡妞 然后招揽生意 代客的那么一个东西 用的还是我的邮箱 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弄的 这个事情弄的挺 挺过分的 后来呢 找这个推特的团队呢 左申诉 右申诉 七七八八 好歹怎么样 这号是要不回来了 怎么能让它消耗 能让对方也放弃 这东西 折腾了老半天 所以阿蒙一直对 这个推特这个平台 不是太有好感 但是架不住 推特上人多啊 信息量非常多啊 那后来又新注册了一个 对吧 就是那个被你拿去 就拿去吧 好吧 姐姐祝你生意兴隆 好吧 跟我没有办法先关系 后来呢 就是再有推特的时候呢 又害怕 因为你也知道我党 对于这个推特账号 这个管理和查验啊 包括就是推特上面 谁是实名什么的 就是他们就是 对于这个信息的掌握 非常的多 所以你就刻意的 就想屏蔽这些事 你不想在上面去耕耘 不想去做这些事 但是吧 就是对于推特的这个 一般的这个算法和规则 你还是明白的 就是你主要来关注的 就是你发这条推文 如何出现在别人的首页 时间线上 趋势或者主题 你不断的优化 优化你的内容 切中了一二三四五 他就能给你推推荐 然后你每天发五条 你就发现这条被推荐 那条没推荐 你不就学习了吗 你发一百条 你就能学一百个样本 你发三百条 就能发三百个样本 你像那个李老师 在推特上面 不断的学学学 人家已经是一个 推特的 那个非常非常厉害的 一个专业人士了 所以人家能抓住 一个爆点爆炸 其实呢 这个内容的关联度啊 就是你这个 内容账号上面的 一个垂直性 你不能东发一个宠物 西又发一个白褶命 今天又发一个美妆 明天又发一个去哪玩 就不够垂直 你这些发的内容 都得有相关的这个 同质 同质化 或者是一些关联度 特别是你在发这些东西的一些 区位优势啊 包括你参与最多的一些话题和主题什么的 有相关的关联性 好吧 然后第三呢 就是互动性啊 你对于这些推文呢 它有多受欢迎 对吧 你的网络中的人们 如何与这个推文 该如何来互动 有多少人 在你的推特上转发 有多少人在你的上面啊 回复 喜欢 或者怎么样 这个李老师 以前就是一直在做推特 只是白纸夺命忽然间爆发了 它以前呢 积累了很多的内容量和粉丝量 所以它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基因 很有可能在这个上面产生这个几块式的爆炸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啊 还有呢 就是副媒体啊 这个推文呢 包括很多 比如说呢 媒体类型 有图像啊 有视频啊 有GIF啊 有投票什么的 你光发一个 谁谁谁 就一句话什么的 肯定是不行的 大家现在更喜欢什么呢 或者是文章 或者是GIF 动图 或者是一小端短视频什么的 那这个的流传量 一定是比就干干的一句话 加个表情包要更好 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有很多的小技巧 比如说第一呢 你要时刻保持你的推特的活跃度 你一个人 推特不停的开 你像这个李老师 你老师 一天发300条 200条 这种 那就是活跃度最大的体现 那你说这种人 天天的老使用推特平台 那推特不把流量给他 难道给你吗 所以呢 人家为什么要不停不停的发 不停不停的互动 不停不停的怎么样 对吧 这个东西其实在每个平台上都一样 阿萌为什么 90月份的时候 这个油耳上面的这个数据啊 表现啊什么的 各种都不太好看 是因为我根本没时间上推特 上YouTube好吗 我已经尽量在回复 我在评论 在转发 甚至我在这个互动 然后发一些新的视频什么 那这个东西 compare for我之前的这个 一个平均数什么的 没到啊 没到之后呢 那平台就判断了 说这博主是不想干了 这博主是不是活腻歪了 这博主是看不上我们了 对吧 我凭什么要给你这么多量啊 什么 结果他就是一个正向反馈 正向反馈 你信不信我天天的 我在这 就一天24小时泡在油尾上面 一天发两条 不是直播 就是互动 就是怎么的 我肯定也迅速迅速迅速 变成一个超级大V 不知是真是假 然后第二条呢 就是你这个推特账号要得到验证 这条我觉得它肯定是鼓励真人的来在上面去做这些事情的 以增加它的社交属性的真实性 对吧 然后第三呢 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发推文 这还用说吗 对吧 啥叫合适的时间 你考察一下 谁就是主流用户都什么时间玩推特 周一到周四早八点以后 就大家都开始上班了 上班没啥事干嘛 坐地铁刷刷刷刷 那你偏要找一个冷门时间 对吧 你发 那不有病吗 第四呢 就是有目的的使用标签 对吧 你总得tag一下什么 你总得加个警号 加个什么 那么多群 那么怎么多 对吧 标签这个东西 印字也非常吃这套 对吧 还有就是 多使用照片 视频和GIF 这就是我刚说的 大家更喜欢看什么 喜欢看活灵活现的 3D立体的我 不是一个平面的一个我 平面的我没啥优势 就一个大脸盘 看啥呀 第六呢 就是鼓励追随者参与 你就是得跟人互动啊 对吧 你跟人提个问句啊 比如说这个 北京这一轮都扬成这样子了 对吧 就是你是怎么看的呀 你家有几口人扬啊 你家是买莲花清温呢 还是买这个 这个 这个 梨的罐头啊 对吧 互动一下 参与一下 大家是不是就 我家买这个罐头 囤了好多了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 尝试投票 对吧 这些发起个投票啊 你认为 你认为最后总冠军是 Croatia 还是France 还是Argentina 互动一下嘛 然后还有呢 就是加入相关的趋势和话题 趋势和话题呢 老碰在这个推特上面的人 一定知道趋势和话题是啥 又不是傻子 是吧 第九呢 就是重新包装热门内容 这点也好好说一下 就是有潜力 能够获得更多量的东西 你可以优化它呀 怎么优化呢 对吧 改呀 符合更多人的预期嘛 嗯 还有呢 就是什么应用 来自于推特分析的见解 是吧 就是很多人还会下载一些 这个推特啊 一些这个应用分析的一些小工具 是吧 它会给你 调分履息的说 你这条表现怎么样 那条表现怎么样 就whatever 给你很多这种技术和数据上面的一些分析和支持 这些东西 你花钱都能买得到 是吧 花十块钱是这个服务 花二十块钱是这个服务 三百块钱就是这个服务 对吧 这个东西阿萌在很早期很早期 做YouTube的时候 也用过类似的这些工具 但是这个阿萌就 这个没啥太多心眼 后来就觉得这玩意好像用也根本没用差不多 这就是学一下也就差不多都会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以上我说的这些东西 如果你真的也能够抓到一些有趣的一些好玩的一些事 对吧 比如说你关注的一些点 做一个相对垂直的内容 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反什么什么的推 或者你就是一个对吧 就是挑战人视觉眼球的推 还是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推 你好好去经营他 每个人都有成功的可能 对吧 但是呢 每个人都有成功 可能并不代表说你做了就一定能成功 那些成功的这些现象级的人 像这个李老师现在八十五万推了吧 方老师七十多万 就是为什么他能成功 也是因为他长期的这个内容的积淀 然后他曾经在这个平台上面活跃了很久很久很久 忽然间他就 忽然间就抓到了一个点 抓到了一个机会 几下就开启了这个造梦的空间 他就一下子爆炸了 也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你说阿懵有一天 你别看现在这三万粉丝 赖不哄哄活着 是吧 忽然间有一天 一下子冒到三百万 然后很多人就研究说 这姑娘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脸盘看这么大 也没什么也没什么过人之处啊 嘴皮子吧 有时候说话还磕吧 他有什么魅力 什么独特的魅力什么 然后有可能你往前倒倒倒 就发现说这个阿懵在三万粉丝的时候啊 已经对这个一切事情 已经有所思考了啊 就团着劲呢 知道吧 就是啊 进入到这个推流的风口啊 猪都飞了起来的时候 那我一下可能也变成了一个很牛逼的人 也很正常 对吧 所以呢 就是不要老觉得别人的成功 都是非常偶然的 不要老觉得别人都是一些 怎么说呢 通过一些别的偷去洗脚的方法 还是一些别人用着什么样的东西 或者别人都攒着坏都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得肯定别人的付出 不要老觉得一下子先把人打死 你就攒着坏 然后我就去找你是怎么攒着坏的 其实我觉得方老师 就有方老师的优势嘛 对吧 非然长得 虽然长得也不攒地 虽然这个口齿 可能还没有阿梦伶俐 但是他也是一个活生的人 对吧 这个大V 他有他长期以来的这个品牌形象 挺好的 或者这李老师真不如他 除了数据量比他稍微好一点 但是更容易被人定义为 一个新闻加工的机器 或者是一个搬运的一个机器 对吧 你那个虽然取得了很多量上面的一个成功 但是你这一波 这个老方和这个老王 对吧 都跳出来 然后让这个李老师 悦然纸上 活跃于这个屏幕之前 就差最后再让自己 李老师估计哪天想通了 开个油管账号 也觉得自个儿可能也想通了 也可以这么干了 也就这么干了 那迅速 你想 推特上70万粉丝 哇 你倒个三分之一 倒到油管上面 也是个中文大V了 对不对 真的是 我觉得是大姑娘上花轿 是吧 就是还给人抬了一下 服了一把 OK 以上呢 就来自于这个阿梦啊 不太入室的这么一个app主 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评论 一个收尾 希望更多的人呢 能加入到这个自媒体的行列里面来 亲自下场来做一做 有的时候呢 也许你不做自媒体啊 你去练一练永春拳 你也能得到很多人生的启发 比如说永春拳呢 你可以从这个什么标志啊 小念头 寻巧 就是最基本的这一层啊 先练一些基本功 然后慢慢的上了台阶之后呢 你可能跟路人庄啊 挑战一下 咚咚咚咚的 然后再厉害一点 可能搞一搞什么棍棒 当你足够拥有修为的时候啊 当你被师父 亲点 说OK 你现在已经可以动刀 动枪 动刃了 你去练练八斩刀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怎么样 所以有的时候 阿蒙就在想说 真的啊 你练练永春 就会知道说 不是所有人 哪怕你的修为 已经到了这儿了 哪怕你的技巧 记忆 已经能够拿棍呢 把人一棍的打死 在地上的时候 但是你都不具备 能够去练那个 八斩刀啊 因为八斩刀是可以 结束人性命啊 你不具备这个 道德上面 这个修为 你还是没有办法 在整个这个体系上面啊 站到 站到最高处 阿蒙也时时刻刻 在警醒着自己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真的是 偶尔觉得自己 好像已经差不多了 已经就开始想要 瞅着那个八斩刀去了 拿着扳倒的 八斩刀就开始想要 削别人的时候啊 时时刻刻都在想说 自己可能真的修为还没到 真的还嫩着呢 还早着呢 放下你手中的刀啊 也就跟牧人庄 比划比划就得了 牧人庄可能有时候 还让着你 所以人生也是这样 不要有偶尔有的时候 一看着什么 怎么回事的 就捂刀弄枪的 就是还是要这怎么说呢 这个以和为贵 好不好 OK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谢谢大家聆听 拜拜